去年11月20号当天的豪大雨造成供疗双玉里德新街旁边的双溪河堤房坍塌之后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在今年2月份赤资千万元工程经费 把河段堤房进行了复建工程还经历了赶工期 提前在6月份全树完工 现在德新街也不会再受到河水冲击了 去年豪大雨的影响造成双溪河水位暴涨 位于双溪河河川攻击面的德新街 河段首当其冲 堤房变形约60公尺长 复建工程在今年2月开工 先行拆除旧有堤房后 失作新的堤房以及旧有护岸补墙 并于堤房前增设石涌及丁坝 以降低水流冲击及堤房基础掏刷 好啊 这样有更方便吗 好啊 好啊 那真正是怎么办 崩起的问题 在当时就公所向我们市府水利局这边来做反应 那也感谢我们林一齐议员的帮忙 终于我们市府这边赤支约一千余万来进行我们修复的工程 使我们德新街再次恢复我们通行 然后也使我们整个双溪河河道稍微再做个整理 区公所表示 经过水利局积极赶工 原本预计8月才完工 在6月就提前完工 工程也将双溪河流向稍作改善 以防止德新街以后继续收到河水冲击 工程本身在今年6月底完成 那施作之后我们的双溪河也已经稍微做个偏移 然后这样的话更能够保护我们整个户岸 以及我们德新街的一个道路通行安全 公所表示德新街是通往草陵古道较捷径的道路 但因为提防附建工程进行封闭了近两个月的时间 期间造成民众通行不便 也请民众见谅 现在工程顺利完成 也感谢议员林一琦协助争取经费 至之千万让道路修复完成 介纯威共聊采访报道